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阿婆 今天到保安公是要拜拜嗎? 對啊!順便在這裡吃吃美食啊 那你知道他早期叫什麼名字嗎? 他叫做南廠保安公 南廠的名字是因為這附近在坐戰船 而得到南廠這個名字 那他又稱為武府千歲 你知道哪?武府嗎? 這我知道 李池豬飯 那他的祖室神明你知道是誰嗎? 應該是李府千歲 李府千歲在他人的時候 是叫李大亮 那據說這裡的李府千歲 是在早期漁民 報他的神尊過來這邊 去做奉事的 那為什麼會報過來呢? 據說王爺廟他們的流傳都是在福建那裡 他們有一種做酒的習慣 那做酒就會燒王船 那他們的燒王船 跟我們現在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基本上都是化掉 可是早期的燒王船是 他會做一艘真正的船 上面放一些供奉飾品 甚至金針 甚至神尊也會放在上面 神尊也在船上喔? 對,他會希望這個神尊呢 在海上的漂流過程 去鎮壓這些瘟疫災害 那水海漂流如果真的漂流到某一個島嶼 或者某個沿岸 在地的居民如果收集到的時候 他就把它拜一拜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水海漂流 但是如果比較虔誠的呢 他會把神尊留下來 在當地建一座寺廟 而保安宮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當地還在蓋一個廟喔? 沒有錯,像台灣現在 比較應該說做酒 聲勢比較旺大的 在台南就是所謂的西港慶安宮 慶安宮 他們都是三年一覺 那三年就會燒一艘網船出去 然後水海漂流 但是我們這裡好像都是化掉居多啦 就是比較盛大的活動這樣 沒有錯,故事就是這樣而已 好喔 那聽完歷史故事 那我們就進去拜拜啦 走 I wonder if it matter 爹啊 蛤? 這個代貼府 五府千歲都是王爺 但為什麼他們會變成神明啊? 據說這五位禮池五豬飯 在早期是當地的算是士生 那他們所處的年代就是 隨陽帝的年代 那隨陽帝大家都知道嘛 荒誕無道 不會治國 然後就很荒淫嘛 那他們覺得這個皇帝 不是他們應該輔佐的明君 所以他們就變賣家產 然後甚至去救濟當地的百姓 然後跟隨唐高祖 去反抗一些隨代的戰變嘛 然後後來唐高祖也真的創立了唐代 順利推翻了嘛 沒有錯,隨陽帝就順利推翻了 如果不知道這個故事 可以去玩一個遊戲啦 天之痕 天之痕 就是以這個時間點背景做出來的 我知道 沒有錯 很好玩 不會這個故事的人 可以去玩遊戲 學歷史 那後來唐高祖真的建立了唐代之後 就讓這五個人變成各自的王爺 那這唐高祖要賞賜他嘛 所以當然會賞賜一些黃金啊 錢彩嘛 那甚至還給他們一百個奴婢 一個人一百個奴婢 就是有點像是侍奉他的概念啊 那這五個人他們其實生性都比較善良 他們覺得不捨這些人民齁 就是整天伴隨著他們 所以他們五個就決定了一件事情 讓這一百個奴婢遣返歸鄉 而且 廚藝就對了 對對對,類似廚藝啦 然後甚至還給他們黃金 甚至還給他們錢財 讓他們回家 可以做一個自己的生活治理 對對對,所以受到人民愛戴 所以他們之後死後呢 就會變成所謂的人家一直供奉 得到香火這樣 對,然後慢慢延續下來就變成生命了 所以我聽說台灣現在最多的就是王爺廟對不對 沒有錯,王爺廟數量是最多的 據說從以前到現在總共有三百六十個王爺 那這個王爺裡面有一百三十二個姓氏 因為姓氏有重複嘛 所以就是一樣是受到香火 然後之後得到人民愛戴那種概念就對了 沒有錯,所以他可以隨機組合出來 那五輔 就是從一百三十二個姓氏裡面去做組合 了解了解 好,那我們到下一個地方去吧 好,那我們到下一個地方去吧 名字在這裡,我給你提示 會唸嗎 叫做碧系對不對 沒有錯,三個背唸碧 三個經你會唸嗎 三個經你唸心 三個水咧 喵 那三個鬼咧 念快跑啊 幹吧 鬼啊 快跑啊 嚇死人了 重點,我們來講重點 你知道為什麼這隻後來在這裡拜嗎 不知道 據說啊,他早期不是掉入海裡嗎 對啊 然後聽說掉到一個魚溫 就是那附近應該有一個養殖漁業的概念 然後雨會莫名其妙消失 然後甚至在半夜的時候會發光 在魚溫會發光 對 然後人家就覺得那個魚溫怪怪的 然後就是距離掉落一百年後 然後那些居民就去撈啊補撈 就真的把牠撈起來了 然後就把牠拿來這裡供奉 因為牠覺得牠應該是神機發威了 所以牠就進階變成神明 所以就不能再叫牠是小烏龜 就只能叫牠比比系 那甚至慢慢後來演變 就會變成白蓮聖母 所以牠就變成是神話的概念了 對不對 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故事 所以牠也是就是因為打撈上來之後 然後收到香火 所以就變成一樣 就是慢慢慢慢吸收日月精華 變成神葛那種概念 類似 沒有錯 牠早期不是放在這裡的 據說早期是放在廟門口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移來裡面嗎 裡面比較不會吹風日曬吧 避免牠風化是不是 不是喔 牠其實表面已經做過處理了 牠的確是泡過海水 的確比較脆弱一些些 所以我們有在表面做過一些處理 讓牠不要風化那麼快 可是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在早期牠放在廟門口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一些聖水 對不對 對 早期的居民比較迷信 牠們會來祭拜一些食物 然後祭拜完所謂的白蓮聖母之後 牠會把食物吃下去 有點像是吃健康吃平安 就是類似我們這個聖水的概念 你可以明天空臨平安 喝個心安的概念 可是日治時期牠覺得這樣太迷信了 所以牠要斷絕這些迷信的觀念 所以牠就把這些應該說白蓮聖母 就把牠請進來墊的後面 類似把牠藏起來了 那因為現在已經光復了 我們也沒有什麼明星問題 就再把牠請出來 氣養自由 再把牠請出來 甚至那些都是牠的真實化身 就是化身後的神像就對了 所以白蓮聖母的那個後墊 就是整個我們的地戲劇化身到變神格這樣的概念 沒有錯沒有錯 還不錯 阿婆 欸 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是不是叫舉人柱啊 阿牠現在叫旗桿啊 現在叫旗桿而已啊 對對對 舉人柱是對的啦 舉人柱的由來是什麼 舉人柱 就是種舉人柱 你家裡可以插兩隻旗桿的概念嗎 沒有錯 朱彥昌規定的 朱彥昌規定的喔 對對對 只要你加種舉人 你就可以插這兩根 讓人家知道說 玩到種舉人哪 我如果斷考第一名該怎麼插 對啊你插百人百分柱好了 喔百分柱一百分 插一百分 他後來又稱為公民柱嘛 對對對 後來就統稱得到什麼公民的都可以插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裡明明是廟 為什麼要插這個你知道嗎 欸 我不知道 我們剛剛在那個外面 應該說店的門口那裡是有個 看到宿靜跟迴避 對對對 兩個大牌子嘛 據說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廟裡面的人員 被那個王爺託夢 說要做這兩個東西 要做公民柱 還要做那個宿靜迴避的牌子 那在日治時期 我剛剛有講嘛 他們很反對我們的民間信仰 所以做那個宿靜迴避簡單 這兩個牌子而已 兩個牌子還好 那這兩根柱子 在當時是沒有辦法做的 太鮮豔 太鮮豔 他沒有辦法做 他完全沒有辦法做 那很剛剛好的時候是 王爺託夢完 過沒多久 日本就戰敗了 然後台灣就光復 然後他們就展開 就是尋找這個樹木的材料 那這兩顆的樹木是什麼材料 你知道嗎 這是樹喔 這是樹喔 然後材成這樣柱子這樣 對 你知道這是什麼材料嗎 可以做成這麼久 然後不會壞掉 該不是檜木吧 沒有錯 這是全台灣算是唯一的檜木 唯一喔 唯一這麼長 不是 唯一的檜木 它是最長的 你剛剛有背嗎 多長 六丈 不知道 好像是六丈七尺 然後 我就想說六丈七尺 打入地底之後 好像剩五丈六尺的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地面上看到 就是五丈六尺 對 那這個很長喔 這個是沒有任何鍛鍊面的 對啊 從哪裡運來你知道嗎 你在 花蓮玉里 海拔兩千八百公尺 怎麼運啊 想辦法運過來的 據說早期運過來 也是一個傳奇故事就是 那反正它從花蓮那裡 去找這兩顆檜木 然後就運來台南 他為了不把它切割開來 花了一番功夫 再把它送過來 還蠻厲害的啦 因為如果早期這個警察 應該會開罰單 據說他們都沒有被開罰單 然後這個 這個為什麼是唯一的檜木齁 是因為它運回來之後 它就開始做嘛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政府就規定 不可以再用檜木了 所以它就變成唯一了 唯一的兩根檜木之類 對對對 其他想做的來不及啊 因為檜木已經被禁止使用了 禁止看法了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大概是全台灣唯一的檜木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看看 OK喔 那我們差不多要去吃飯了 對啊 走吧 好 拜拜完了 我們就要來吃阿魯黑白切 這是 我們 它北部叫黑白切啊 南部叫做香腸熟肉 安城熟吧 所以一定要點什麼 這間是我很喜歡來的一間店 第一個 它選擇性多 再來呢 你想吃什麼 它那個櫃檯那邊啊 都可以點 然後 我們還會點一個這個 這很特別啦 這魚皮 你老闆說你要魚皮 然後它裡面有芥末 然後調一點醋 然後調一點醬 然後調一點醬油膏 這個很好吃 我來這裡每次一定會點這個 這魚皮 然後沾一點芥末 很爽 這很好吃 脆脆QQ的 豐富的膠原蛋白 然後芥末的嗆會在你嘴巴裡面 爆流 再點個這個啊 蝦捲 有蝦捲配 它蝦捲其實是 是有點像肉捲 就是 肉肉餡 然後配蝦子 然後炸的酥酥的 這也很好吃 然後你自己點個菜吃啊 那種 保安路真的 保安公這邊啊 它真的 不是只有 土豆魚羹啊 或是蝦仁飯 這一間是在地人自己在吃的 而且非常好吃 看這個 很噴汁的 看一下看一下 講了孔末橫飛你看 還有點這些蔬菜啊 還有點這些蔬菜吃 自己吃 想吃什麼點什麼 然後點一碗肉燥飯 這肉燥飯真的是 從小到大 算是我 心目中排名前三名的肉燥飯 它的那個是 細肉的 所以它吃起來 比較 不會那個肥油比例那麼高 然後它的飯很柔軟 很好吃 超棒 超棒 來保安公拜拜晚啊 這一間 是你中餐 很好的選擇 可是它晚餐沒有賣 不好意思 所以如果中午來 這間你可以來 嘗試看看 好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1 residency 1段ось 1段小白 2段 1個 超棒 1段 1小時 2